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叫我們Flatelize 就是3乘以整個X 二次再減3 再減26X 事不宜遲 拿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很先進 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去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插個題目先說 就是3X二次 再減3 再減26X 如果你給我真心 我自己就綠色不亮的箭咀 把3乘進去 簡單來說 拆庫弧 把3乘進去 所以下一步你給我 就是3乘以X二次 正負得負 就是3乘3 33乘以X 再減26X 我先調整整個次序 先寫X二次 所以就是3X二次 緊隨後 我再寫減26X X二次行 接著是X 最後就是減9 就是上數項放在最後 再放好位置 我們在想 頭位這裏就出3X二次 尾位這裏出負9 我想過 可能組合先 兩個數成 要出3X二次 即是你告訴我 我拿支圓筆 在旁邊這裏做 我自己會想X 還有就是3X 乘出來的時候 就是出X乘3X 就是3X二次 接著有 這裏出負9 即是一正一負 兩個數成 要一正一負 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 我就會想成是負9 還有就是正1 你想想這裏一正一負 負正是負 9乘1就是9 即是負9 那就出負9 這裏出負9 接著今次 我們現在用COSMETFOR 試試它 首先 這裏成上去 第一個箭咀 這裏會出正負得負 就是3927 所以就是27X 緊隨其後 就是這裏 正得正 X乘1 就是出正X 所以就是加X 好了 加X 寫好一點 這裏 最後就等於什麼呢 就是負27X 再加一個X 就是負26X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講 最後終於答案 都應該呼之欲出 我們會看到 負26X 剛好對到中間的位置 就是正確 正確 對 所以最後答案 這裏應該會寫為 打橫抄 就是X-9 寫好一點點 然後再乘3X加1 整件事完成 終於完成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就是X-9 再乘3X加1 可以看到 整個答案就是A 終於完成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OK 好 給你們詳細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 今天到這裏 OK 好 多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 我們再見 拜拜